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佳伦在直播的时候表示 蓝眼突击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因为这部电视剧里面尝试了很多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呢不用小编说都知道 想必大家呢都有所了解 比如说骑自行车 打篮球 弹吉他 洗澡之类的 这个啊在之前就多次提到过不赘述 但是今天呢看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另外几点消息 任佳伦在直播间爆料出来的几个重要消息 信息满满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物的特色 我们来梳理一下 他的这个角色跟以前演的霸道总裁 或是隐忍的角色都不太一样 之前的那些角色呢都是话不多的样子 但这个角色都是大大咧咧的 很好爽很正义的角色 估计还跟他本人比较像 可以放开说话了 然后就是关于角色的几点疑问 有人认为呢这个角色是一个正规的消防员 其实并不是 任佳伦透露本来是一个极限运动选手 误打误撞才成为了一个消防员 结合这部电视剧的简介 小编盲目猜测呢 本来啊不是说这份工作的 但是经历了一场火灾 然后变成了一个救火英雄 因为亲眼目睹 所以想救更多的人 于是乎就成为了一个不那么正规的消防员 关于任佳伦的寸头造型呢 其实本没有想留那么长 还准备剪得更短一些 但后来考虑上一份工作 所以就选了一个折中的 不然啊演的不同长度的头发可能有些困难 这也是综合考量 其实呢这一次任佳伦饰演的角色 性格方面还是给人很大的惊喜和期待的 只不过电视剧还是被剪掉很多 剪戒中呢好像只有33集的样子 应该是拍的比较多 然后经过剪辑就只能这样了 这好像是被剪的最多的一部电视剧了 不过呢有很大的可能上新播出 如果能够留住精华 当然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好的导演应该能够把控住吧 蓝音图机搞快点吧 很想看到任佳伦不同的一面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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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